謝謝 是否剛才很感動 很感動 其實我現在還是腦子通白 剛才上台之前我不緊張 我整天都不緊張 是剛才阿蛇看著我 說我很緊張 然後我想想 我也開始有點緊張 接著就公布我的名字 其實那一刻突然間很開心 很多畫面湧上腦子裏面 然後就在想我要說什麼呢 上台 然後就覺得上台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這樣 她看不到 她現在這個時間應該睡覺 她應該七八點睡覺 是否真的舒服 因為其實我入行的時候 婆婆是住在香港配合 因為現在年紀大 我不想兩邊到處飛 所以就變了她現在長期在南京 那時候其實我又跟她說 我很希望可以獲獎 在台上多謝她 但是我走得死真晚 我努力了很多年 我努力了十五年 今年才獲得獎 多謝她 但是我知道她一定替我開心 還有就是 上年 廣公和明明都過了身 但是我都希望 她們看不到 但是我都知道她們會替我開心 我覺得她們會替我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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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她們會替我驕傲 那會有一個很大的美的事 我希望來近期都可以遇到好的劇本 好的角色 你會替我感受到 正感情像 或者一個花瓶的感覺 其實我自己又不是這樣看 因為其實公司一直都給了很多 不同的角色給我去試 那所以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一個花瓶 或者是自己只是得性感的標籤 但是我覺得今次最開心的是 連大眾都陪我一起去撕掉了這個標籤 還有認可了我的演技 所以我覺得努力是值得的 我都很感謝過往我演過的每一個角色 因為其實是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我才可以變成今時今日的高海靈 那下一次是否成為這個演奏 我希望遇到同樣好好發揮的好角色和好作品 至於獎項的東西我經常都覺得是獎勵 當時你做到他事情的角色 有否這樣準備去做 當時嗎 其實當時做了很多準備功夫 譬如我們要學做主播 去練做主播 還有其實你練好了做主播那部分 是最基本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戲 都是在主播以外 即是你播出新聞的時候 突然間要滴眼藥水 突然間我要瞇他一眼 很多小動作那些東西 是要在做主播這個基本之上去演繹的 所以當時花了很多時間 希望自己練熟一些主播那部分的對白 讓自己可以沒有影響到演戲 所以你覺得自己練成功夫 當然 我一直都在不同的訪問我都有說 他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和很好的前具 他除了是一個很專業很專業的演員之外 其實他當人處事或者各方面 都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對象來的 還有他最好的就是他好像一個凝聚力 去領著大家 領著所有的演員是為了一件事去充斥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關乎人間魅力的 所以是我們要學的東西 是否很想拍續集 當然了 我已經跟監製說了 我要報名拍續集 掌握了這麼多年 中間又有演戲 很生氣 這樣說 我自己一直都是覺得 只要我用心做好每一個角色 終於一日會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一個演員可以遇到一個 可以令到自己發光的角色是很難得的 但我幸好我遇到 所以希望未來都有很多很多角色 可以讓我遇到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